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自己DIY的PC上 同时呢我们也成功的驱动了生卡和显卡 并且在第三期节目里我们也详细的讲解了 如何为核显做缓冲针的补丁实现核显和独显一起的情况下实现硬件加速 也就是说硬件的编码和解码 今天我们谈的主要话题是 在装完黑苹果并且装完主要驱动之后还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将来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一下WiFi和蓝牙 在黑苹果的系统里大部分的板载的蓝牙和WiFi 如果有的话都是无法驱动的 都需要额外的配置 为什么说WiFi和蓝牙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既然装了最新的10.14的系统 那么有很多的功能都依赖WiFi和蓝牙 比方说苹果的AirJob AirJob这个功能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很方便的能够在你的不同的设备之间互相传递文件 如果我们没有WiFi和蓝牙 那你这一台黑苹果就不能够作为AirJob的发出和接收者 如果有的话大家看我的画面 我就可以识别到所有周围AirJob的设备 并且可以发送内容 大家看我要把这张照片发送给我的这台电脑 我就已经收到了 一瞬间我就收到了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发送给我的iPad iPad也第一时间收到了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接力 所谓接力 大家看在你电脑的设置通用里 有一个允许在这台Mac和iCloud的设备之间使用接力 同样你的其他的设备里 比方说我的iPad 也在设置通用里 那这个时候如果用iPad浏览了一个网页 比方说我打开Google 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屏幕 在这也会弹出一个你设置了默认的浏览器的图标 显示来自iPad的一个网页 打开就会打开同样的网页 同时这个接力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功能 就是共享剪切板 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网址全选 拷贝 在这边 粘贴 大家看 这个是接力 接力还有一个相关的功能 就是大家看如果你希望用手机拍一张照发给你的电脑 就大家可以像刚才那样用我们的Air照 也可以用照片的共享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大家看我右肌屏幕一个空白区域 有一个功能叫做从iPhone或iPad的导入 能看到你的iPhone和iPad 我选择iPhone拍照 这个时候我们的iPhone 相机就会自动打开 我们照一张照片 选择实用照片 我的桌面上就出现了这张照片 这些都都依赖于你这些设备是同一个iCloud的ID 所以如果你没有WiFi和蓝牙的话 这些功能就都实现不了 所以并不是他能黑苹果能驱动板载的有线网口 能实现上网就能完美体验苹果系统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解决WiFi和蓝牙的问题 那么如何去解决WiFi和蓝牙的问题呢 目前比较主流的办法 就是买一块PZIE的WiFi加蓝牙一体的扩展卡 同时这个扩展卡是苹果免驱的 就是苹果自己带驱动的 我的这块卡是这一块 大家记一下这个型号 我会打在视频的 这个网址我会打在视频的简介里 BCM94360CD 是一个长这样的长这样的卡 WiFi就在这个板上 这四个口是外接的天线 它会随机随机带四个天线拧在外边 装上以后就是这样的 装上以后开机自己就默认就有了 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用管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电脑的各种传感器的 所谓传感器就是你CPU的温度 你显卡的温度 各种风扇的转速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种软件 像我用的这个软件 是iStateMenu这个软件 大家能看到它各种的监控 你CPU核心的温度 然后你SSD的温度 你的各种各个风扇的转速 然后你各个地方的功率 各个地方的电压等等 但是大家发现按照之前的步骤 装上黑苹果以后 这些数值是读不到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为传感器做驱动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网址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简介区 去下载最新的这个ZIF文件 我们已经下完了 就不再下第二遍了 下载完这个ZIF文件以后 我们解压缩 大家看到它里边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是个软件 是看各种监控温度的 各种监控数据的 这些就是传感器的各种驱动 我们依旧是打开Clover这个软件 然后挂载我们的EFI分区 进到这个分区 去到EFI Clover 驱动的这个文件夹下 我们把这些复制进来就好了 我这已经复制过了 大家看已经 我们换个样子 大家看我已经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就不复制第二遍了 复制进来重启 不出意外应该就解决了 什么其他的都不用做 好 这是我们要说的传感器的事情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我们讲解了蓝牙和WiFi 对现在苹果生态的重要性 也演示了一些 依赖蓝牙和WiFi的 苹果生态下的一些好用的功能 同时呢 我们也 推荐了一款蓝牙和WiFi的扩展卡 给大家 能够让大家在不需要安装 驱动和设置的情况下 使用蓝牙和WiFi 另外我们还讲解了 如何驱动你系统的各种传感器 比方说风扇的转速 CPU的温度等等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够点一波我的关注 这样呢 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看到 我的视频更新 后面我们还会陆续 推出黑苹果相关的系列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